大家有听新闻都知道 早几天默沙东药厂说有新药可以医新冠肺炎 大家看到我这个频道 每一次我都会尽量搜集多一些资料 多一些资讯 是一定比新闻里听到的资讯更加深入的 可以说这种药也是一个新的突破 但是都要潑一下冷水 这种药可能都不是什么神药解药 为什么这么说呢 记住看下去 这种药的名字就是这个 很难读 这种其实是一种医流感的药 当新冠疫情在19年爆发的时候 这种药大家觉得 它在动物测试上 看来是对一些病毒 包括冠状病毒是有效果的 不如就用来试验一下 看看行不行 有人会问 你都说过 流感病毒和新冠病毒是两种 为什么这种药可以不同病毒都用到呢 病毒是一些很结构很简单的东西 里面有些遗传物质 有些酵素就帮它那些遗传物质复制 有个穴 通常就是这样 那因为它这么简单 所以就很多种病毒 都是用同一种的酵素 来去复制它那些遗传物质的 这个药就是在那些酵素那里产生作用的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简单说就是说它是令到病毒复制的时候 产生很多很离谱的变异 令到它变异得太过分 就没办法再生存下去 有点像喂老鼠药 用一些食物混在一起 等它吃了之后 接着就绝绝绝酸 实际的机制就是说病毒复制的时候 它当然要将RNA的遗传物质复制 它一条RNA然后复制第二条出来 接着就可以又弄另一个病毒出来 那复制过程里面 那些RNA就好像你穿猪仔 一粒粒这样的化学结构 这样串在一起 这种药就固惑在于 它在它的穿猪仔过程里面 就会塞一些假东西 它塞一些假东西 那变成它伸出来的这样的RNA 就是让病毒复制那种RNA 这个藍本就乱了 那它再做出来的RNA 就会是变异的了 那就完全变得尼莎堡 它就复制不了下去了 它这个研究就在全世界 就找了775个人去试这种药 参与这个研究的人 通常就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行的 第一样东西就是说这些人 就是一定要证明有新冠肺炎 那它要做过这个核酸测试PCR positive 那还有它是发病有症状 就是五日之内 就是五日之后又不行的 就不收的了 那就是五日之内才收 那这些人呢 就全部都有一些会令到 有一个或者以上呢 是高危因素会令到它们 有这样的潜在风险变成重症的 那这些特质 比如说是血压高 有糖尿病 肥胖 年纪大 那些这样 就有这些因素的 一组人就吃这个药 那这个药就跟这个特兰福这样的 就是早一粒 晚一粒 吃五日的一个疗程 另外一组就是安慰製造 安慰製造就这样吃一粒糖丸 那它做了出来的结果呢 发觉吃了这个药的人 最终需要入院的人 就有7.3% 如果没有吃药 就是说吃了这个安慰製的人呢 入院的机会率呢 就14.1% 就是差不多一倍那么高 那这个研究里面呢 最终的结果 也都有8个人死亡的 那这8个人里面呢 全部都在安慰製造的 就是说 吃药那组人呢 是完全没有人死的 有一样东西要提一提的呢 就是当它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 就变种病毒 已经周围也是的了 那它这个研究数据显示呢 在这个 这些感染了 COVID的人身上呢 八成呢 都是感染了一些变种病毒 比如Gamma Delta 和Mu 那就是说呢 这种药 就算变种病毒 都搞得定 当它做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研究呢 就要突然间叫停它了 那叫停的原因呢 就不是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而是呢 因为那个结果呢 吃了药的好处呢 很明显就高过没有吃药 那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 吃安慰剂那些人 有得它染病 里面可能有些人要入院 甚至死亡呢 是非常之不道德的 那所以呢 就是这些研究 通常做到这样的话 就一定要叫停 不能够再给那些 就是安慰剂给那些人来吃 剥夺了它传誉的机会 那这些药呢 就已经在美国那里呢 就是FDA的申请中 就是紧急使用了 很多不喜欢疫苗的人 就会觉得 哇 真是好了 不需要疫苗了 就是有药医了 大家不要这样想啊 病的东西呢 一定是预防性于治疗的 就是说 你好像一个城那样 你一个城 那当然是你守城的话 外面有敌人攻起来 那你当然在城外面 关上城門 擋住在外面 就好过放它进来 打航战的啦 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打疫苗的 应该是打了疫苗 就是等它呢 不要说那么容易入侵你 就算入侵到第一道城墙 它都起码入侵不到你那个城堡 入侵不到你那个皇帝住的地方 对吧 因为你放得那些敌人 进来打航战 就算你打航战 很厉害也好 你会打赢的 那你都会伤的喔 所以这些这样的药物呢 就不是用来取代疫苗的 那它那个用途呢 就是说 被一些 就是已经开始发病 那它又有这样的风险呢 可能会变成重症 当它初初开始发病的时候 我们不想它变成重症 那所以呢 就给它这个药去吃呢 减低它 就是入院的机会 那你会说 为什麽 就是这样 入院的人 这种药用不可以用呢 可以说给大家知道呢 这种药呢 曾经 在一些入院的人身上测试过的 效果是 不太好的 那所以呢 那个测试呢 做到第二期呢 就已经停了 如果不做第三期 这个道理很简单 因为这个药呢 是阻止病毒复制的 大家知道呢 新冠肺炎这个病呢 早期的病呢 是因为病毒在体内复制 去引起的 那么 那个病到到后期呢 就是 细胞因子丰暴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 对于病毒的入侵 引发一个不受控的免疫反应 自己打自己 自己在打七伤拳 去伤到自己 而形成那些很严重的肺炎 各种病发症 那些东西 所以你到后期呢 就不能够用抗病毒药的 因为到后期呢 病毒的复制呢 已经不是引起这个病的主要原因了 后期呢 是要用雷固醇 去压低那些免疫反应才可以的 最后一样东西呢 大家有了这种药呢 就千万不要这么快开心住 乘也烧何 快也烧何 这种药的机制呢 就是令到这个病毒呢 很短时间之内 产生一些很劇烈的变异 令到它没有办法复制嘛 心无两头力了 鼓励了它那个基因变异的话呢 也都有机会 这种药呢 很短时间之内 它变异到一个地步 对抗病毒药有抗药性的 所以为什么 爱子病要用鸡尾酒疗法呢 就是说呢 一种药呢 就怕它很快呢 抗药性 它用几种抗病毒药 混合一起来 互相帮补 这样才可以控制到病毒 所以呢 这种药呢 真是不是神药 在真正的医学世界呢 真是不是武俠小说 有粒解药 吃了就万事大吉的 有机会这种药呢 将来呢 是会和其他抗病毒药一起 混合一起来 吃呢 来减低产生抗药性的机会 所以真是不好意思 可能真的要潑下大家冷水 但是现实世界就是这样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